顧到每一位好朋友 民党新北市党部板桥 举办首场民主行动研究室 下一任2026年参选新北市长 呼声横高的苏桥惠也来了 在什么位置上 就是把这个位置做好 用这样的成绩来争取更多人民的认同 那如果时候到了 党中央觉得我是最强的人选 责任到了我就扛 根据TVBS民调最新公布 宣战如果呈现撒喀都状况 国民党推派台北市副市长 李四川参战有40%的支持度 领先民进党立委苏桥惠的32% 以及民众党立委黄国昌10%的支持度 被问的绿白盒 有没有忘苏桥惠拿奥运来比拟 其实现在比赛根本就还没有开始 大家应该要比的是 谁的马步蹲得砸实 那谁的准备工作做得好 我想这才是比赛前最应该做的是 奥运选手告诉我们的 不就真的是这样吗 李四川领先绿白阵将 苏桥惠不多做评论 据黄国昌仍在美国民主党 全国大会观摩 但似乎心不在焉 还有黄国昌会 我们现在还对 联名带信都介绍到了 黄国昌连看一下镜头都不愿意 甚至直接走出镜 像极了边缘人 跟随前立委门冷冰冰 领互动 据蓝银可能推派出战 新北市长李四川 结稿前没有回应 2026年新北市长蓝绿白 谁会出现各界都在看 进行文中不倒